各位朋友好,我是激励答案郑狂宇,随时为你带来一点正能量。 大家在工作的时候,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就是, 你觉得你兢兢业业的,每天都非常勤奋的在你的工作, 你被赋予的任务上面尽心尽力,可是呢,却被黑了。 有人因为各种的原因,开始讲你坏话,想要抹下你过去的成果, 把你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。 那么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,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应对呢? 我知道有一些人在遇到这种打击的时候,就会开始怀忧丧志, 觉得非常的灰心,觉得我明明这么努力, 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子陷害我呢? 可能一气之下,就离开了自己原本的职场。 也可能有人会一怒之下,就跟对方干架了起来, 或者就反骂回去。 可是我认为这样子的处理方式,可能对你在原本的这个职场, 或者你因为这一件事情,你必须要离开, 可是你到了下一个职场的时候,因为你过去比较冲动的表现, 也没有办法让你在同样的这个业界里头呢, 营造你的高度,形作一个非常好的形象。 所以我这边想要借由一个我身边朋友的例子, 来讲一讲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。 大家有没有印象? 前阵子呢,苹果日报刊出了一篇报道。 那苹果日报呢,基本上就是一个八卦报纸。 它呢,常常会试图想要报一些, 你他们觉得好像是大家关心的, 其实大家没有很关心的一些话题。 那我在上面看到一个一则的消息呢,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拿来就这件事情, 跟我想要讲的主题做一个比较。 就是大家有没有印象, 在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里头呢, 一共有三个所谓的发言人。 那这三个发言人里头呢, 其中有一位他的名字叫做陈冠婷。 这个冠婷呢, 他的老爸是民进党在嘉义市, 嘉义地区的这个大佬立委, 叫做陈明文。 好,那么为什么他能够当上柯文哲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呢? 就有人说了, 这完全就是这个白绿合作, 或者是柯文哲他剑指总统大位, 为了想要在政治上铺路, 所以希望可以找到绿色的这个大佬能够支持他, 所以就提拔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市府的这个发言人。 那这一篇报导, 苹果日报的报导呢, 就是讲啊, 根据爆料, 这三位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, 其中这一位陈冠婷, 居然在过去的半年到一年之间, 发言次数是零, 所以作为一个发言人, 他到底在干嘛? 根本就没做事了。 紧接着, 第二个爆料就是说, 非常多人对于这个失位素餐的观点呢, 非常的不满, 因为他凭什么能够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? 各位注意哦, 在台北市寸土寸金, 台北市政府里头有这么多的员工, 凭什么就是你一个人, 你这个发言人可以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办公室? 凭什么? 一定是有黑幕, 一定有走后门。 那第三个爆料攻击他的内容是说, 这个冠婷每天都会带着不同的外国人, 就是这一些在台湾念书的, 一些建教合作的一些实习生, 是从欧美来台湾念书的, 那么他每其名是带着这些外国的学生, 在进行一些台北市双语教材的一些编撰, 修订, 但实际上, 这会造成所谓的资安, 甚至是国安的问题, 尤其这些学生又不是所谓的专业的, 那么你怎么能够把我们这些找专业的人士编出来的教材, 在那边指手画脚呢? 所以综合上面的批评简单讲, 就是你这个陈冠婷, 你不应该待在这个位置上, 你这个特权人士, 然后做出一些影响我们制度的事情, 滚! 快走!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报道, 那么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, 哎呀, 这个很不幸的, 我们这个冠婷呢, 他就隔天就说, 好, 既然有人这样子攻击我, 那我为了以示我的清白, 于是就离开了台北市政府, 不过他在离开的时候, 也提出了一些他的声明, 他针对以上的这些批评, 做了一些反应, 做了一些回应, 那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, 其实他第一个时间爆发出来的时候, 我是非常不以为然的,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? 因为我是真的有跟冠婷这个人进行过接触, 是这样子的,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, 我在去年呢, 受邀到韩国去参加一个, 由他们的像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, 这样子一个大统领直属的单位, 也就是国家发展委员会, 他们邀请我, 以及台湾的几个政经界的大咖, 包括台北市的市长, 市长没办法来, 所以他派了副市长蔡炳坤先生, 还有呢, 连胜文也来了, 以及呢, 其他一些财经界的大佬, 要讨论东亚的经贸啊, 如何发展, 那除了台湾的代表之外, 还有一些来自日本的啊, 俄罗斯的啊, 中国大陆的一些代表, 哎呦, 那大家就非常好奇了, 哎呦, 郑匡是怎么, 我为什么可以跟这个副市长, 还有连胜文这些人, 在同一个level, 在同一个讲台上面讲话, 这当然就是我作为一个激励达人啊, 这个公关达人的能力啦, 这个之后呢, 我再跟大家讲, 那反正简单说呢, 我在前期啊, 要参加这个活动之前呢, 反正是我在韩国的人脉, 他们想要办这个活动, 所以在台湾部分找上了我, 请我协助联系, 所以除了我自己是受邀者之外, 我也负责帮忙联系, 像台北市啊, 或者是像柯文哲这样子的人, 那当时我一跟台北市政府联系的时候, 他们动作非常快, 立刻就派人跟我直接对口联络, 这个人就是谁, 就是刚刚讲到的陈冠婷嘛, 冠婷, 那他跟我联系的时候呢, 我觉得这个人呢, 非常的积极, 反应非常的迅速, 然后呢, 你可以感受到他这个人对于工作的一个热情, 也非常的有礼貌, 好, 所以我们就把事情到外面谈定了之后呢, 我再跟市府这边的其他的长官的继续谈这个事情, 所以我那个时候认识了冠婷之后, 就有跟他比如说加了他的LinkedIn啊, 加了他的LINE啊之类的, 所以啊, 我从那之后, 包括到他离职之前呢, 我每两三天就会看到他在自己的LinkedIn上面啊, 或者在他LINE上面的社群去发布一些, 他今天又帮台北市政府做了什么事情, 做了什么样的国际的交流啊, 又跟哪一个城市又缔结了, 姐妹室啊, 再什么防疫这件事情, 彼此又取得了什么样的默契跟合作, 我每两三天都会看到这样子, 用英文发出来的一个文章, 来报告他执行的一些成果, 所以当我一看到苹果日报, 有人爆料攻击他的时候, 第一点, 说他没做事, 这我就是非常不认同的, 我一看就知道, 一定是有人有阴谋啊, 想要把他拉下来, 再来呢, 你说他呢, 有自己的独立的办公室凭什么, 好, 各位你知道吗, 冠婷后来有把他的这个办公室的照片就贴出来, 那哪是什么独立办公室, 是一个没有窗的小仓库, 大家知道吧, 里头呢, 只能坐四个人, 非常小的一个地方, 重点是没窗, 没窗很多人就受不了, 有那个优势恐惧症的, 搞不好就要自杀了是吧, 所以呢, 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个什么独立豪华办公室, 但是媒体为了想要把这个搞下来, 就会刻意去营造说, 有独立办公室, 问你说是不是有独立办公室, 所以本来如果你觉得他凭什么独立办公室呢, 你一看到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就会觉得, 哎呦, 那我错怪他了, 这不是独立办公室啊, 这独立监牢啊, 好, 再来第三个攻击他的主要的重点就在于, 你凭什么找这个外行来领导内行, 让这些这个国际交流生来审这些专业人士编出来的教材, 冠婷呢, 在他的说明的这个贴文里头, 直接贴出了那些所谓专业人士编的教材里头, 犯了非常非常大的错误, 是那种浅显的英文程度不怎么样的都可以一眼看出来错误, 比如说那个小提琴VioLin, 它居然的少了一个I, 还是多了一个L, 这, 哎, 各位, 我说真的, 我们一般呢, 有一点点程度一看也知道错误, 更不要说这些英语是母语的人士, 即使他只有高中, 即使他就是大学生来这边交流, 或者研究生来这边交流的, 对于这些外语人士来说, 他一看到这个整个页面, 就是比我们台湾人更快可以知道错误, 所以像这样一个小小的拼姿的错误, 也是他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, 我们在找人教定的时候, 找这样子能帮助, 不是很好吗? 但是呢, 很可惜啊, 在这样子的攻击之下呢, 冠婷他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孩子要生了, 或者他有别的计划, 所以隔天就离开了, 那我自己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, 我非常希望能够把他拉到, 对每一个在职场上面, 你可能被别人攻击的时候, 你可以怎么样应对, 我希望拿他的例子, 当一个最好的一个案例来分析, 我认为当我们非常不公平的被别人这样对待的时候, 其实应该要好好地善用所谓的媒体, 我想各位很多人, 你应该都知道现在这个, 有这么多的个人的平台啊, 新闻的平台, 所以当你这样子一被攻击的时候, 我认为不应该立刻辞职啊, 而是真的就把所谓的证据拿出来, 像比如说假设我是被攻击的冠婷好了, 我呢一定就会找苹果日报, 或者苹果日报的死对头, 就是镜周刊, 大家知道吧, 这以前的伊周刊倒了, 伊周刊里头很多的这些人就被挖脚到镜周刊去, 反正呢我就专门找跟苹果日报在那边抢流量的, 比如说东森新闻云的, 我就会直接邀请记者说, 来针对攻击我的这三点, 大家直接过来拍吧, 让他们带着这个摄影机啊, 直接去拍所谓的独立办公室, 原来只是一个仓库, 然后呢, 说我没做事, 我过去这么多的贴文, 这难道不叫有做事吗? 以及教材摊开来看, 我们怎么样为这个双语教材做了严谨的修订, 那你把这些证据让记者尽量的来拍, 或者记者不来拍, 各位你要知道记者不见得会来拍, 你知道为什么吗? 因为在这个政治圈, 很多时候他们需要的是爆点, 是冲击人心的, 大家想看的消息, 他们不见得想要报道的是事实, 所以如果大部分的媒体都已经有他们的倾向, 那你想要, 我们要你死, 你还不死啊, 他不可能想要让你这样子为自己平反, 所以也没有关系, 媒体不报道, 不转载, 我们现在自己有这么多的自媒体可以运用, 有YouTube, 有Facebook, 各种的这些渠道都可以用, 你就自己拍好, 然后上传到网路上面, 让更多人去转载, 当它成为一个力量之后, 这些媒体就不敢忽视了, 大家记不记得, 前几年, 柯文哲他在选市长的时候, 就有遇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, 攻击他的一些媒体, 想要断章取义的, 把他的一些话截录下来, 然后大做文章, 结果他的团队, 竞选团队很厉害, 真的就把全程的这个录影录下来, 然后公布在网路上面, 交给所有人, 大家自有公平嘛, 我们一看了就知道, 是你媒体故意想要栽赃嫁祸, 所以既然我们现在,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, 就不应该任由所谓的媒体, 或者别人的报道, 来影响我们别人的片面之词, 我们一定要自己做好万全的准备, 透过写文章, 透过照片, 透过影片, 来帮自己发声, 所以当我们在职场上, 遇到类似像这样子, 攻击的时候,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运用, 我刚才说的, 所有的这些媒体的力量, 来让其他那些攻击我们的人, 反而只好夹着尾巴跑走, 或者自己满头包, 一鼻子的灰, 摸摸鼻子就算了, 我们一定要能够做到这一步, 而做到这一步, 我觉得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, 就是当我们在职场上遇到像这样子的攻击打击的时候, 第一个想法绝对不是愤怒, 懊恼, 痛苦, 而是我们要想着, 我们怎么样可以利用, 我们要利用这个事件, 把自己瞬间爆红, 或者让自己能够在职场, 爬上更高的位置, 更得到所谓的主管, 或者是大老板的信任, 直接成为红人, 大家要知道, 在这个事情之前,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可能知道陈明文, 不知道陈冠廷, 那么冠廷呢, 他因为这个事情被很多媒体这样报道之后, 我认为他真的是客气, 他呢, 也许有他的考量, 就直接就拜拜了, 老子不玩了, 可如果是我的话, 我一定会借由这个事情, 除了为自己平反, 让大家知道, 原来在市府里头, 有这么认真做事的发言人, 让我的大老板更加的青睐我之外, 如果因为某种原因, 这个地方留不住我, 那我也是为了我自己, 在这整个业界的名声地位, 我必须要做出一些反制反击的事情, 来让大家知道, 哦, 那我呢, 可以操作这件事情, 让自己爬到, 所谓的这个公关达人啊, 或者媒体操作者啊, 或者呢, 对于不公不义的这些媒体, 我们是有能力, 去进行反制跟反击的, 这样子一个, 公关操作达人的角色,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自己做到这一步, 而不会只是非常简单, 很轻易的, 就这样子被媒体攻击, 然后呢, 这个, 摸摸彼此, 自认倒霉, 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事情, 我想在职场上的每一位朋友, 也应该要训练自己, 有这样子的能力, 先从心态开始,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, 发生任何不顺遂的事情, 甚至是别人的恶意攻击, 我们一定要发挥所谓吃亏的力量, 这是我过去的一本作品, 透过这种吃亏的力量, 我们要去扭转这件事情, 我们硬要把它产生出好的结果, 我刚才举那些, 如果我是冠婷, 我会做的这些方式, 其实就是一个, 让事情朝着对我来说, 是非常好的方向, 去发展的一些举动, 我想在实际的职场上, 大家也能够运用类似的心态, 还有做法, 让你一下子, 名声爆起, 让大家立刻在这个职场里知道, 你是一个有在做事这么认真的人, 之外呢, 你做的这些举动, 可能就会让大老板赏识你, 给你更高的位置, 即使你要离开, 所有人都会知道, 你是有这个能力, 去对抗所谓的一些媒体呀, 或者是这些批评, 那么也许你假设是担任所谓的, 公关人员的角色, 也许另外一间大公司, 就会非常希望, 能够把你找去, 帮他们进行公关, 或者是危机处理, 做这样子的规划者, 还有寸划者, 于是, 在职场上, 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, 我希望, 我今天的分享, 能够让更多朋友, 坚定自己的心念, 强化自己的作为, 你也能够成为职场上的东方不败, 我是郑匡宇, 随时来点正能量, messed话, 好了, 面中一些新鲜区, 我答应让你分享给您, 我 activists说 Riverulously知道, 这是一箱撤区的 действия, 对于锅盐缩 bash李下行, Coin员在晟拥颈抄砩墩经记者找对您的idays用法判是操材的请见过, 不是说 fle采误环�后来idente路径,